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今天,我们会为大家简述哥哥,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,Leslie,生于1956年9月12日,均于2003年4月1日,本名张发中,香港男歌手、演员,兼词曲作家,是香港粤语流行乐坛和影坛,辉煌极盛奇的天王巨星,及标志性人物,也是华人世界流行文化中,具有影响力的人物。 他曾经担任电影配乐、排舞、音乐录影带导演、艺术总监和电影导演等,是香港演艺圈多棲发展,以及商业与艺术事业最成功的艺人之一。 他亦因不断隔身音乐风格,和视角形象而文明,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,例如南韩和日本等地,均拥有强大的知名度和粉丝基础,拥有广泛的影响力。 在音乐方面,1983-1984年,行借歌曲《风》继续吹,及《Monica》承名。 1986年-1987年,在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,连续两年获得金曲金奖。 1988年-1989年,连续两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,最受欢迎南歌声奖。 以及于1988年度《戚册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》,奪得首届戚《戚册乐坛男歌手金奖》。 1980年代,凭借专辑爱慕,以及The Greatest Hit of Leslie Chung,成为首位打入韩国唱片市场的华人歌手, 并打破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。 1995年,发行的专辑宠爱,在韩国的销量超过50万张,再度打破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,成为华语唱片在韩国销量纪录至今的保持者。 1999年,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。 2010年,在美国CNN举办的《过去50年文明全球的五大指标音乐人评选》中,排名第三。 在电影方面,1991年,凭借电影《亚非正传》,获得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最佳男主角薯榮。 1993年,主演电影《霸王别基》,获得日本影评人协会,最佳男主角奖,及第四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,特别贡献奖。 1998年,张国荣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影展评审的亚洲男演员。 2000年,入选日本电影《巡捕》,二十世纪百大外国男演员。 2005年,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,评选了中国电影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,张国荣主演的电影,有八部入选。 入选作品数量,居华人演员之首,童年,他被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,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之一。 2010年,被美国CNN选为,史上最伟大的二十五位亚洲演员之一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,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。拜拜。